在洛阳掩饰室近郊的东大郊村,有一个不大的小院。 小院位于两户人家之间,跨度不过五米,不适合居住,也不适合办公。 但是村民李良杰十年如一日,每天都像伺候自己宝贝孙女一样,把小院看护得整洁干净,生怕愧对全村人的托付。 这个小院由东大郊村的村民们专门集资修建,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一尊巨大的石碑。 数十年前的动乱年代,为了避免这座石碑免遭破坏,东大郊村的村民们肩扛省拉,把它从荒郊野外拉回到村中。 但事实上,这座石碑也并不是东大郊村村民们独享的宝物,它的名字叫做碧雍碑。 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,它不但铭刻了一座古城的久远记忆,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远远流畅。 公元四百九十三年的秋季,北魏帝国三十万大军苦受寒风冷遇的折磨。 然而帝国的皇帝托拔洪却是无比的兼毅和执着,拒不收回继续南征的号令。 下着大云,来到罗粮以后,继续要见证,无无大臣,你说,你这不甘再欠见。 而事实上,百官的苦苦哀求,恰恰是拓拔洪想要的项目。 他要强迫群臣同意,把帝国的都城迁到此地。 当时在宣伟一族雷部里面,好多人是反对,尤雷人不愿意抢过来,尤雷人不愿意抢过来,尤其是他的儿子,最反对。 当时北魏帝国已经统一的中国北方,定督在史称平城的山西省大同市。 大同西林黄河,东出华北,北空沙漠,南下中原,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 而更为重要的是大同四季分离,不但适合从事先卑族传统的放牧狩猎, 也可以享受到农耕生产带来的富足。 先卑贵贵族们对此感到十分满足。 然而帝国的皇帝拓拔洪却不这样想。 为了达到千多的墓地,不仅文武百官和三十万北魏将士受性的折磨, 甚至帝国的太子还付出了血的代价。 所以有个小问题,被这种犯罪实力,犯罪生意坚决采取踏击这压力手段, 他就把他的太子打死了。 说明他的这种犯罪正在,态度非常坚决。 洛阳,以前五百多年前,就是这座城市诱惑了北魏帝王拓拔洪。 特姆斯,美国人,他之所以来到洛阳,是受到了中国的古老文化的诱惑。 三年前,特姆斯专门找了一份教授英文的工作,定居在了洛阳。 工作之余,他喜欢结交朋友,网骨探忧。 而这天,他和朋友们相约,要去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。 据诗书记载,北魏皇帝拓拔洪与当时很多还迷恋于游猎生活的鲜卑贵族不同。 他从小就在祖母冯太后的抚育下,接受了中原文化。 夏文帝呢,他这样,他这个祖母呢,是个汉族人,是个书姓之家一个汉族人,很懂得汉族话,从小给他这样汉话教育。 或许是对祖母有着心理上的亲近,也或许是从那时起拓拔洪就迷恋上了中原文化。 后来他登基亲政,就把北魏皇族的姓氏由拓拔改为了汉姓的园。 愿有四的意思,开四的意思,他改为愿性啊,就是他们通知中国开四了一个新的礼士。 他的一部分人进入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了,并且模仿着中原的生活方式。 在这儿落极,在这儿埋葬,然后学的文质彬彬,已经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显辈人了。 特姆斯和朋友们这天游访的是一座名叫龙马富途寺的道观。 寺中的道长热情地期待了他们。 相传很久以前,中国文化之源《河途洛书》就诞生于此地。 而后中国有了八卦图,有了道家文化。 显然特姆斯和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拓跋红一样,都是受到了中原地区。 中原古老文化的诱惑来到洛阳的。 然而问题是,即便是拓跋红想在帝国内推广中原文化, 又有什么必要不惜杀害太子,也要迁都洛阳呢? 就在拓跋红迁都洛阳三十四年后,一个叫杨炫之的官员入朝觐见。 亲眼目睹了当年洛阳城的繁华。 根据他在洛阳嘉兰记中的记载核算, 当时洛阳城的占地面积有一百多平凡公里, 居住了至少六十万人。 虽然这样的数字和今天的洛阳无法比拟, 只相当于洛阳市区的五分之一, 但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前, 这却是一个惊人的记录。 洛阳城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独乘之一, 超过了西汉洛阳城, 也超过了隧堂畅安城和隧堂洛阳城这个规模, 也超过后来北京城,命运北京城这个规模。 离开今天的洛阳市中心, 向东行近十五千米, 有一座比拓跋洪生活的年代, 还要古老四百多年的古叉, 白马寺。 白马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寺庙, 有佛教祖庭的美誉, 至今香火兴旺。 迦兰的本意就是佛家寺院, 杨炫之在洛阳迦兰记中记载说, 白马寺就位于京师洛阳以西三里。 1962年, 依照洛阳迦兰记的记载, 考古工作者轻易就找到了这段残破的城墙。 在这里展开的考古发掘正是, 这座古城确实如杨炫之所说, 极为庞大, 是古代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都城。 然而遗憾的是, 古城之中一切早已经夷为平地, 考古发掘又能找到怎样的线索和证据, 以破解拓跋洪迁都之谜呢? 事实上在洛阳, 北魏时代的历史遗迹不只有都城, 龙门石窟更为有名。 而据说, 这个佛教艺术的宝库最早的开凿者就是拓跋洪。 他把这座名叫古阳洞的洞窟献给他最敬爱的祖母冯太后。 杨炫之在洛阳嘉兰记中曾经这样描述, 北魏迁都洛阳后, 佛教越发兴盛, 王后贵族官身豪强, 施舍财物, 就像脱掉旧鞋子, 拟弃自己的影子一样毫无利息。 仅洛阳一处, 寺庙就有过去的42座, 聚增到了1367座, 可见帝国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。 不过有关学者研究认为, 北魏统治者潜心向佛虽为事实, 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单纯。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, 那么在今天的龙门石窟, 人们还可以见到拓拔红的样貌。 宾阳三栋是北魏皇室捐给拓拔红和他的皇后高氏, 以及继任者宣武帝的功德。 县世佛祖无疑也是帝王最喜欢的名号, 他会让云云众生从思想上臣服于自己。 那么追求王权的稳固, 会不会是拓拔红迁都洛阳的真正原因呢? 在北魏都城一致, 考古学家们发现, 事实上这座古城诞生的年代, 要比拓拔红迁都洛阳早至少一千两百年。 它营建于西州末年, 而早在东汉时代, 这座古城就已经成为王朝的都城。 此后曹魏和西晋两代继续建都于此, 他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汉魏故城。 他实际上为了正统自居呢, 他都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中原的正统王朝自居, 这要怎么办呢? 首先他要地方我是在你这个都城里面。 为了进一步招式王朝的正统, 拓拔红还迎了魏晋王朝的全部宫殿, 因为在中国, 都城的规划和宫殿的形制, 具有象征最高统治权的意义。 而十分有趣的是, 正是由于拓拔红这一次的宫殿修复, 竟然让考古学家们看到了后来北京紫禁城的源头, 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宫殿礼制的一次重要变革。 我们看到明清的北京故宫, 这和我们在早期都城里面, 它是不太一样的, 和汉长安城和东汉的洛阳城, 这种格局是不同的, 汉长安城它是有常乐宫、魏阳宫、 还有贵宫、北宫, 它是一种多宫的一种形制, 它什么时候形成这种单一工程和轴线原格对称这种格局呢? 实际上从文献资料来考证, 实际上在魏晋时期已经出现这种现象。 今天考古学家已经发掘修复了昌河门的机制。 这个城门相当于北京城内的前门。 从这个门向北便进入了汉魏故城的工厂。 工城内最高大的殿堂叫做太极殿, 相当于北京紫禁城内的太和殿。 而南出昌河门是一条宽达42米的笔直大道, 两侧分布着各级官府衙门。 这条大道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前门大街, 但是它却有一个西域风格的名字——铜陀大街。 一千五百多年后, 考古学家从汉魏故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很多文物。 在这些文物中, 一些眼窝深陷, 鼻梁凸起的陶人像颇为引人注目。 如今它们是丝绸之路在魏晋时代重新畅通的见证。 据历史记载, 在北魏时代, 洛阳城内竟然有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常住商户一万多家。 在这个汉魏城的城南, 建立四通市, 有四一里, 四一坊。 实际上就是安置四方来的贸易的人员, 他有个居住, 在这里做贸易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, 如此繁荣的古代中国第一大都城, 却是昙花一现。 公元五百二十八年, 洛阳城中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, 北魏帝国迅速尤胜转衰。 近几年来, 仅凭这一座碧庸碑, 东大交村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不少游客。 而石碑的守护者李良杰, 也因此成为了村中最有见识的一位。 昨天来自日本, 日本历史库上有中国的西津的研究专家, 有这碑上碑位, 他也看到过这碑位, 我见过真实的碑, 所以他来见到这, 他非常高兴。 碧庸碑事实上记载的是, 西津时代晋武帝司马延, 在前后四年间三次视察儒家最高学府碧庸的事迹。 考察学生得行、 通义, 并欣赏鼓励。 碧中科有当时在碧庸工作学习的官员、 教师以及学员的俊级姓名。 他们的一些职位名称, 我们今天还在使用, 如博士、 教授、 助教等。 而碑中内容表明, 当时在碧庸研究学习的教师学员, 多达四百多人。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, 甚至还有十多位学员从遥远的西域到此学习。 可见西津时代对文化传播的重视。 他对很多事情的研究都有价值,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太学教育传统, 对这个有研究的价值。 第二个, 对于当时的教学人员和学生的构成, 也有参考价值。 对于了解中国的这个当时的教育体系, 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 除了碧庸碑, 在东大郊村附近, 人们还可以找到东汉时代的灵台遗址。 这曾经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建筑, 上下三层没有屋底, 因为它的功能是观测天象。 大名鼎鼎的东汉科学家张恒就曾经在灵台工作, 自东汉到西晋时代, 在汉卫故城的正南三公里处, 一直存在有四个机构, 灵台, 明堂, 碧庸, 和国子学堂, 它们组成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中心。 虽然北魏皇帝拓跋宏也致力于推广中原文化, 但是与前朝帝王相比, 他显然对教育重视不够, 顶途洛阳后, 他的目标便转向了南征。 他的继任者宣武帝袁克, 倒是一度下令振兴教育, 只是执政十年一无所成, 先被贵族子弟的学业荒废, 让袁克自己都深感惭愧。 与此同时, 快速的财富积累, 也让北魏统治者们陷入了贪污腐化和争权夺利的泥潭。 强大的北魏帝国即将走向毁灭, 只待一个人的出现给他最后一记。 公元516年, 太极殿迎来了他第三位主人, 年仅六岁的袁曲。 不过真正掌权的却是他的母后胡春华, 胡太后。 这是一位幸运的女人, 她是北魏历史上第一位没有因为子贵母死政策而被赐死的后妃。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, 膨胀的野心终将使她担负起毁灭北魏帝国的罪名。 公元528年后, 年满18岁的孝明帝力求亲振, 脅迫母后娇权, 不想胡太后竟然与亲信密谋, 毒死了自己亲生的儿子。 孝明帝之死引发了北魏帝国的动乱, 如今保存在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方墓制, 证实了这次动乱的发生。 墓主人名叫袁绍, 他死于秦王军队的屠杀, 而当时与他一起被杀害的北魏文武大臣, 竟有两千多人。 北魏帝国从此一蹶不振。 虽然北魏帝国最终覆灭了, 但是拓跋宏迁都洛阳和所实施的改革, 却是开启了中国南北方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序幕。 中华民族的这个, 在它的逐渐的融合过程中, 实际上它是融合了很多民族在中国这个土地上, 然后形成了越来越凝聚率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体。 洛阳因为受益于拓跋宏所开创的南北大融合, 又一次激进下来文明的厚度。 捍卫故城中的历史和精神, 如今还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传承。 六十多岁的李扬杰已经复闲, 没有的工作便是守护好这尊石碑。 而对于他和村中的乡亲们来说, 他们守护的或许不只是历史, 还有对祖先对乡徒的那份情感。 大唐时代, 武则天力排众议, 将王朝标志性的礼仪建筑明堂建到了洛阳, 而且这座明堂建筑竟然违反自古以来的理智要求。 武则天在他通向权力顶峰的路上, 表现出非同反响的魅力。 敬请收看纪录片《帝都泱泱》第六集, 缔造神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